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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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所以说明镜与点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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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明镜与点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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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 你會覺得又未知太過驚訝 而最重要的是今天這樣跌下來是很急的 但你對比這幾天的升幅 起碼完全不是偶突 如果跌穿了這幾天的升幅一夜就蒸發了 的確你沒錯你需要驚訝 但如果你量度看右翼黃金比率來計的話 其實指數今天最高跌下來是0.618左右 又剛剛開始守得住 你現在升幅收穫了一半 最終如果收市還要站穩在0.320樓上 你不是一支這麼大的陰燭 開始都是陰燭來的都是取桌 你要期望今天完全沒有這300點的跌幅 難的 含劍這樣搏 但如果你要做部署的話 相反來說就覺得都是建議做好創部署的 你搏它不再穿今天的低位 你搏它不再穿24,600 這些位置你承擔百多點的風險左右 去看上去的 看下今天下午方面 你見到A股其實也不少跌得多 你看一下是不是陣創 這樣搏是OK的 所以你短炒方面你要留意 未必說太過關基本因素 只是看方向和看直播率 這樣跌下來 當然你說去追估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世代的差 但就未必建議這樣做 因為你會擔心會不會純粹鎮瘡等等 特別上星期四經歷過真是無厘頭的 這樣跌下來之後 但是近期市況開始回運 最重要的是市況上一些熱炒的股份 你看到今天跌400多點下來的時候 它們沒有跌之餘 還越升越多 待會在IGG我們也會說 IGG的股份今天升得很厲害 資金其實你看到還在流入股市上做炒作 會不會純粹因為周期跟星期四結算的時候 你純粹要推高推低的行資 你今天看到特別是沽得比較厲害 是匯控 油磅 騰訊 重磅股建行 一起跌下來 所以你說可能跌完一層之後 你整體延短期後市是沒有方向的 你的方向 但如果選擇搏的話 反而覺得以直搏率來計算 你不搏它不跌穿今天的低位 今天的低位就當見了 你看它能夠反彈多少 短線上說的反彈目標 如果今天計算的話 你做一些很短線的部署 可能看回24800左右 但你說如果這一刻拿好倉的話 你的風險承受能力高一些 你不是說24500做止 看它是否需要分25000點 所以你說這一刻不需要不需要 會不會因為跌那麼多而去追股 我就不建議這樣做 相反地就看看大股成交金額 就看看各項因素上面 現在環球股市的氣氛又不是真的那麼差 很多個別股份都炒得很厲害 所以我相信都是一個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如果你真的要去炒的話 個別股份會好炒很多 所以指數上面我覺得 其實未來就算給你看中也好 不會有太多上網空間 因為你要一下子調個恒指 升到上去250天才是25800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說以量度 例如剛剛說用黃金比率來計算的話 幾步步地看 由之前26700跌到近期的低位 24250這些位置 第一步0.382近期見過25200 第二步一半25500 接著先到618250天 你會一步步向上看 你可以看定點才去追 所以指數上面就不要期望 未來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方向 我覺得都是講一下半列 整體來說都是一個上落格局為主 今天有些新聞又講到說 是因為蓬佩奧又再針對一些中國企業 所以加上官壓才那麼厲害 是不是這個因素 其實不會太大影響呢 你很難說會不會太大影響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步做些什麼 等於之前外交的領事館 當時都說得很厲害 最後又是好像不了了 只要看到關閉了領事館 那就完結了 甚至說你如果一輪這些消息震完一輪之後 最終去到下個星期見到 中國總會遵守的售價協議 美國那方面都沒有一派的動作 可能又沒有事性分 所以這些你判斷不了的 你只能夠見步下不敢說 現在這一刻我們見到 就是今早的沽額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你看回大市的成交金額 去到這一刻900億左右 不算特別多 不算特別少 所以我覺得看法上面 又不需要太過悲觀注 但是都不會太過積極了 所以你做好倉部署 我們整體研究建議 這些市況可以考慮分駐及立的 不用說分太多駐 因為市況又不是差別金 你分兩駐 你去這些市況地址 駁一駁駁 它不穿245元 回穩了 可能第二駐就高一點去追 但是新分地你再跌下來 你開下一駐 又會再低一點給你買 暫時來說 這個市況都是上落格的位置 到這一刻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分駐及立 做第一駐的 好 講完大市 就是講一下個別股份 剛才你也提到的 就是IGG 9.82 金脈高位 現在都要靠近高位 升兩成半上來 它就出了一個 中期的業績 盈利增長8.7% 按年 息也有增加 但是 剛才麥克風跟你說 其實業績也不是主要 最主要就是 大家看它有個估值重估 但是現在拉到這些位置 其實reflex 這些因素 基本上這個是我對IGG的看法 未必說真的關於業績 因為業績 其實大家有看 就是很靠一些投資收益 實際上它們譬如兩隻 印象是叫王國紀元 還有城堡爭霸 兩隻遊戲 留意本身你說手遊 很多時候有些手遊 普遍 應該這麼說 所有手遊都在 共通之處就是有個叫做生命周期的東西 剛剛推出 頭一兩年 可能這樣很多 很賺錢的 又多人玩了 越來越肯付錢 但是去到過了一兩年之後 生命周期基本上就會開始 暴入一個叫做衰退的情況 不是完全沒有人玩的 有一群核心 有一群勇膽 玩了好久會繼續玩 但是他們無論是火金的數目 或者公司整體的收入上面 都不會太過驚 其實你講IGG現在都是出現著這件事 其實那些遊戲 又未至於完全沒有錢賺 但是不會有太大的增長動力 所以市場上一直以來 對IGG給一個估值看法 我覺得不會這麼貴 10倍PE都給它 但是問題是這個業績上面 看到有兩個不同的因素 因為最主要就是一間 大家很熟悉的心動公司 心動公司 因為其實跟IGG有一個很大的合作關係 大家都互相拿了大家的股權 心動公司上市至今的表現 大家有目共睹 升了這麼多 所以導致到今次的業績上面 就有很大的投資收益在這裡 一般情況 公司我們就不會很關心 投資收益等等 但問題是因為市場 之前本身對IGG的看法 是很悲觀的 所以估值從來沒有衡量過 心動公司 這些相關的因素 這次見到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原來股價升上來的時候 最終IGG都能夠受惠 在估值上面 你就要開始重視它 因為很簡單的說 你看回IGG 拿著心動公司的多少市值 差不多接近10億元左右 問題是說 心動公司未來的股價 就每升一成左右 它就可能賺到1億 對整間公司的貢獻 其實都很明顯 所以當然你不預期 每次出業績 心動公司都升一倍 那不可能的 但問題是說 你現在就有個誘因 就是對市場 對它的股值 另外一個看法 但是當然你說 你說未來的心動公司 不會升那麼多 一億個貢獻有限 但是問題是說 你看回整個手遊板塊上面 就是閒閒的 都15倍至40倍PE 你不要說要它去到 好像心動公司那些高市值 但問題是你看回有些 都是大致上 是差不多 好像創夢天地那些 都是說15倍PE 短線你會變成 IGG可能其實有誘印 去追回股值 現在一個問題是 是不是IGG完全沒有任何新遊戲 又不是的 你今天看回大廣報告都說 在IGG未來有些新遊戲 可能有機會借在心動公司的平台 出所有的遊戲 行不行我也不管 但是短線的估值 可能有機會向上收貼 所以你說 其實不止手遊 我們看到近期物館 生物科技等等 不同的版法 很多時候開始資金流下去 那個版法裡面 一些估值比較低殘 但是基本因素 又不是真的差得那麼緊要 的相關估法 所以IGG我們看到今天就是開市至今 市就算跌四百多點 到股值 股價都不斷繼續向上市 高位 你說其實現在升到很誇張 現在升到差不多三成 你又看市盈率 其實今早都是由八倍 升到現在九倍 九倍五 九點五倍左右 其實你說到十元 都是十倍PE 都不見到貴 其實都還可以再長 所以如果拿回剛剛那套的Fury 就是說你要不要去到心動公司 去到十五倍PE這樣計算的話 你這些位置 再紛紛都還有五成的 上網控制度 是很誇張的 整件事 所以你看的圖也是 你看圖上面 這些位置 會出現一個人踩人的情況 因為你沒有了阻力位 你說上面是有駭貨的 但是你說有多少人 會在這些位置 拿到這些位置才走 其實是很少數的人 近期來說股票有兩個特色 有些破歷史高 好像美團那些很簡單 那些道理 沒有駭貨 人踩人這樣上去 其實IGG都有些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有貨的 如果你特別有 你知道低位有很多人買了 你今天看到這麼大的成交 有時突破 你怎麼都是繼續放一陣風陣線 可能你講短線來講 特別是市況現在這麼反覆的話 資金會導致不斷地流入 所以它多拼幾棍可以嗎 現在 其實上午你都不想 你下午去想 你會逼著也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你會有一個心態的分駐 所以說這個市況 你現在入市的 盡量都是以一個分駐形式 你如果這些位置第一駐 預計回到九元的時候第二駐 那你到時二百元做紙舌 你比一駐過這些位置 二百元做紙舌 你要承擔兩成的風險 所以如果這一刻你聽到我講 才入市 很老實是遲了很多 我們都說看十元了 現在都差兩日左右 你都可以的 因為在駁一個最誇張的情況 就是市盈率上到十二、十三倍左右 去到之前那些歷史的位置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所以就在說你如果要入市 這些市場入市 起碼是分駐買 始終你說分駐的話 匯身會比較安全一點 另外可不可以當它是心動的孖寶 即將來如果心動有什麼移動的話 其實都可以預期IGG都會用 其實兩隻都是差不多 因為始終心動又拿著IGG IGG升這麼多 心動的投資收益值會多一點 兩隻的股票走勢 是會有少少的correlation 但是老實說如果你論基本因素的話 心動公司是有整個平台 有些日本的遊戲 它的走勢是強很多 所以其實留意走勢上面會有少少日子 炒的東西真的炒不通 如果你是喜歡炒一些基本因素 你覺得這間公司是有些實在的東西 讓你買你才買得放心一點 老實說IGG不是太適合 但是如果你純粹看資金樓的 純粹看估值或者說你現在看市場是炒氣氛的 的確說無論物館 或者說之前提及到一些生物科技 很多資金真的流到板塊裡面的熱炒 比較熱炒的股份 手游都是的 所以你講IGG就是講這些位置 雖然是相當誇張 但是其實可能都還有一棍 或者可能還有一個可觀的簽罪勝負在這裡 所以你只能夠有條件去搏 高風險高回報的 今天升了三十名 所以要追 但是如果要追 其實我都未必助理的 因為這樣問題是升勢 或者股價你見到 好像真的不知道看到什麼時候才要做 可以有條件 這些類型股份你就少住了 如果你將你手頭上 所有資金丟掉下去 太高風險了 我們都未必建議 但是如果你有閒錢的 IGG入場費又不算鬼 你就嘗試10分1 或者5分1的資金 放在這隻股份上 看看有沒有短線帶來一個可觀回報 繼續衝上去 IGG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回答Youtube的問題 胡小姐 你好 Hello 胡小姐 你好 是 是 是 請你兩句 好 我想問三隻股份 是 我想問981 我到32萬有副計 我想問一下 他要公共的 是你拿著簽 還是你拿著簽 好 還有一隻223 以前就很累了 6號購買 我看到他 現在都升風上來 我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靠一些貨 還有一隻6093 都是以前出錢走了 我想問他現在升風上來 可不可以買呢 麻煩你 好 逐實說981 就是中心 業績前要不要走一走呢 去到30年 中心的話 我覺得就無謂 在業績前特別需要走的 很老實說 是估計的 中心份業績之後好不好 在這方面來說 沒有太大的看法 其實預料中心份業績不會差的 但是 你說出完業績之後 股份一定會升上去 這是兩回事 好看公司給指引 下半年的指望 我又覺得照計第一季看得差 其實你很老實 第二季 最大的分別就是中美的變化 而這方面我們見到中心都很受惠 照計公司的指引不會被太差 所以中心你怎麼都看業績之後才想的 明天可以試試打你再問過 可能它的看法會完全不同 但業績上我們建議可以薄的 因為始終你32元這些位置 照計就不會有太大的殺傷力 應該輸一成就有走 有機會走到 相反對如果業績OK的話 可能再爆上去 所以你說你如果32元這些位置已經薄了 其實你買的都是預約炒業績的 我又建議先看業績 我又不肯定說業績一定OK 但是你說直薄率 又不是特別低的 這些位置 不吸引的 你要薄業績起碼30元 這位置薄 但你既然都入了 我覺得無謂就去 你可以先看業績 但老實說 中心一定是高風險高回報的 被你薄中了 可能有機會有兩三星的勝負在 一旦看錯的 短線可能是一成多 所以你要衡量 你是否有這樣的興趣 做這些賭貨行為 如果你說OK的 你就去薄 還有一隻6093 很厲害 今天都升成兩成七 在低位了 之前走了 今天見到它這麼大棍的時候 又想買回 是不是一個名字的成績 之前你說的另外兩隻223 我就不建議嫁住 其實這些小價股是查得很厲害 但問題是有消息的 但是你看業績上面又沒有什麼特別 你既然有錢賺的話 就繼續放風箏 我就不建議這樣強行駕駛 我最怕就是這些 你強行高位駕駛 最後明明有錢賺 變成沒有錢賺 就不要這樣強行去告罪 特別升了兩天 至於就是混和 之前說的 物管股都是同樣道理 就是很多資金流落回去 一些小小的物管股身上 但問題就是這隻6093 如果你看市盈率上面 現在說40倍PE 我沒有看開的 如果你只看這件事的話 一隻40倍PE的市盈率的股份 你要駁它再升多第二棍 我覺得真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既然這些低位走了 你都沒有耐性等的時候 你就走了去算 因為問題我們看到 有些二二線 很炒的物管股 有時候股值真的低得很厲害 那些才炒得厲害 如果去到40倍PE的物管股的話 我就未必建議這樣去追入 去買入住 但是如果真的喜歡升一陣 駁一棍的話 那你就以大約1.6做止雪 這些位置駁它再升多一成 但隨時有機會再升 老實再追入 我自己覺得 只多少住 我就沒什麼信心 老實這麼說 好啊 另外呢 先聽到謝先生的電話 謝先生 你好 你好 兩位好 我想請問一下 那隻386 終即化了 好像這幾天有些氣息 我看到他早前有個消息 說什麼管道 什麼賣給那些什麼企業 那些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還有這些價格 能不能進入 謝謝 中石化 但是現在外圍的情況 油價都升了4天了 都創了5個月的高位的時候 現在買 還有其實石油需求 或者煉煩的需求 我花一點點事就這樣說 你在油的層面方面 你聽到很多OPEC減產力度減少的消息 但是油價反而還是繼續升上去 跟市況一樣 因為原因現在大家在看 在疫情的看法上面 看法比較靜熱 普遍市場都覺得最壞事 現在今年是這樣的 但之後會過 問題就是當疫情年底開始有疫苗 所有的經濟活動恢復了 經濟活動恢復正常的情況下 燃油需求匯犯你 到時會有機會 未來一兩年 出現一個燃油 就是有一個供求緊張的情況 所以油價近期來說比較硬 但是問題這個因素不會刺激油價升很多 你要升到每桶40元以上 其實未來的阻力很大 現在說布蘭特期有45元左右 就算可以升 都不會像以前那樣升很多 所以對於油公司來說 883也好 去到386這個層面也好 股值提升作用就不大 所以不需要太關注油價 最近油價升了很多 你其實看到油股都不會緊 你剛剛說的因素就是管道公司 內地成立一個管道公司 他們將資產埋入出去 沒錯 是一個類好消息 但是你留意就是賣出來 好像說857那些 最多都是派特別息 其實都不會太過擺 不會太過手懷 一個原因就是就算收到息也好 這個是不能夠令到 它的股價對NAV指引的幅度 就是視像率由0.30.45一下子 大幅向上瘦跳 所以你看到沒錯 今天看回油股是比較硬 原因就是他們的股值很低很低差 但是我認同這些位置 你買386 857 你未必會輸很多 但是你短線來講 那個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因為我們看不到有什麼特別因素 可以令到它的股值大幅向上瘦跳 但是似乎未來來說 它的拍息能力是OK的 所以如果你這一刻是想著 做一些357年長線投資的話 又想著想收息的話 你買386都可以薄薄的 因為未來我覺得在這些位置的股值真的不太多 做一些長線部署 我不阻礙你的 但是如果你想著短炒 你見它近期硬正的話 這樣去追的話 老實都不會有太多上網空間 見4元都辣 甚至3.6這些阻力位 都未必那麼容易突破到 所以如果你想著做一些短炒部署的 366 我就建議你不如等它突破到3.6的水平才去追 到時可能短線有個1成的上網空階 相反地這些位置買韓國估計 未來都是上上落落在3.3至3.6的區間上 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不建議這樣去追入 好啊 之後又回答YouTube上面的問題 1895 今天升很多 升成一成半上來 先說一下它的前景 都是物管股 之前就是說物管股像1895 起碼18倍PE左右 你搏第二棍會有條件 今天就是它出現第二棍 現在你留意說 這個行業基本因素固然有關係 但是物管股那些概念 我都真的難得再說 你想找回物管股說些什麼 你找回過去半年 不用說我們YouTube也好 又或者基本上所有財經新聞都好 物管股說來講都是那些 不會有變的 在疫情上受惠 又是加管理費 甚至有更加增值服務可以做到 受惠疫情的他們是 但是近期來講 就是資金開始流入去二線的物管股 三四線的物管股真相 1895就是落獲的其中一隻 我覺得你留意近期炒股的風氣 那個趨勢 就是很多時候大家找一些破位的股份 搏它升第二第三棍 你現在說陰怨復暴的話 你現在升了第二棍的 你有機會再升一棍也不出棄 這些位置搏又不是說完全不行 但是直搏率你永遠都是的 你搏第二棍的直搏率一定會比搏第三棍更加吸引 所以如果你再追的老實說 可以但是還是建議少住 你現在始終現在18倍PE 當它升多1成20倍PE 就不過分 你可能看看有沒有機會4.4買 你4元就只虧 最多輸1成左右 就駁它上5元 講完就是700 騰訊 今天有一點點回調 都拉拉市場下跌2% 四天之後公佈業績 業績之前 騰訊其實基本因素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可能涉及今天 美國說的 中國那些所有的Apps 未來都不可以在美國身上 要全線下架 可能你說微信的海外業務 會有機會受到影響 但老實說 大家都不是太清楚 究竟微信的海外業務 美國究竟對它有多大的貢獻 這個就算未來出業 我們都不知道 可能甚至公司會說 其實影響很小 他是不是都一定這樣說 所以你說 我想今天騰訊跌 是最主要這個原因 但是你說 留意今次是第三次 騰訊見到564元這些高位 又跌回落 第三次都是這樣 你要小心就是 可能還是一個大型上落空間 所以我覺得 我就建議看定一點 因為你一旦破到位置上 就見到600元 也是這樣說 但是問題是你破不到位置 有機會讓你低一點去買 所以兩個策略 要是說這些位置 盲中中衝進去 受一段時間 但是你的風險就會比較大 2510元做止洩 看600元OK的 第二個策略就分兩注 這個第一注 破位就追第二注 或者再落低一點 近520元這些位置 再購貨 兩個策略 就看看誰你適合一點 嫌麻煩的就是一注過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都跟Anno申報 先有沒有持有上述 提供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稍後回來再看其他直播 再次轉回來再看